全震断筷子 金枪刺猴吹奏笑傲江湖 新兴大法 吸动汽车 体验者亲身调查 激开绝技 背后的奥秘 根据传闻 有一位武林高手 全速威力无比 身体狼腔不入 传说中的吸星大法 也是他的绝学之一 这到底是真是假 体验者找到了 他正在工作的剧组 准备一探究竟 这个剧组正在拍戏 不知道他是不是 我要找的那个 身怀绝技的奇人 不好意思导演 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 眼看整个剧组 一直都在忙着 体验者 只好等着拍摄结束 不错 收封了 收封了 今天就拍到这了 小心了 谢谢 自创武林功夫 重现吸星大法 赤手空拳 震断筷子 金枪刺猴 吹走笑傲江湖 他的双手 究竟隐藏什么内容 吸星大法 真的能够吸走汽车 体验者的身临其境 探索不为人知的玄机 寻找人类生理的极限 揭开绝技 背后的奥秘 绝技大揭秘 吸星大法 刚才表演的是不是 魏巍 会吸星大法 那个 是啊 就是她 是吧 看来终于找对人了 您好 您就是会这个 吸星大法的 这个魏巍先生吧 您好 您好 打扰了 打扰了 终于是找着您了 您好 听说您的这个功夫 还挺厉害的 刚才也看到 您的这个套路 特别的带劲 但是还是想眼见维持 不知道您 这个吸星大法 或者您的这些绝技 都是什么样子的 那用什么来 那边有个筷子 我去给您拿 我试一下吧 这个筷子是吧 对 这罐子也可以 这个也要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您这还真是 信手拈来啊 这个能演什么呀 这样吧 因为我练的是少林功夫 少林功夫 对 从小练的少林功夫 少林功夫呢 讲究的是以钢为主 爆发力 必须要强 握着这个筷子 这个手呢 在后面 这样 这样 冲 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筷子 从这个地方断掉 就是仅凭你握着 这样一冲 它就可以断掉 对 冲拳的速度 跟爆发力 您赶快来帮我演示一下 来 在体验者的面前 微微真的 可以只凭借 出拳的速度 震断坚硬的筷子 哇 我要检查一下再说 哦 还真的是非常硬的 这样的 很硬的这个筷子 要很用力才能 才能把它给掰断 那这个一拉罐怎么展示您的绝技呢 掌心吸物吧 吸星大法 对 吸星大法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对 我觉得挺简单的 我觉得好像就是用这个掌心的吸力嘛 对 你看 对 挤压挤压 你看 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 到了 你这一罐应该是 哎 很好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体验者给微微增加了难度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大概应该是在一米五左右了 哇 非常的重啊 呃 大概得有十斤左右 非常之重 你看这个怎么样 看看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那好吧 这是我一个星期的早餐 没有 没有说大话 没问题 因为这个如果眼砸了的话 还真的是会被很多人看到 咱眼见为时 眼见为时 好 那我让开 对对 让开一点 让开一点 看 石挂连在一起的一拉罐 被微微用单手的掌心吸起来 吸行大法的力道十足 一拉罐好像被粘在了微微的手掌上 不会被轻易甩落 看到刚才有这个吸上去的这样一个痕迹 还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放 是放 哎呀 呃 也没有什么浇水的这些味道啊 对对 好像也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可以把它给捋起来 这个人是用什么做的呢 我再试一下这个 是这样 然后 哎 您看 这还是挺难的 您这太厉害了 体验者的亲眼所见 打来很多的疑问 究竟是什么样的武林功夫 能使悉心大法重现江湖 体验者带微微换到一个室内环境 更清晰的记录 微微的各种武林觉觉 当然 微微也抓住机会 带来了新的功夫 究竟是什么样的武林功夫 能使悉心大法重现江湖 体验者带微微换到一个室内环境 更清晰的记录 微微的各种武林觉觉 当然 微微也抓住机会 带来了新的功夫 首先是全速断快 在高速摄影机的记录下 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 本子是如何被证断的 而金枪刺猴这个功夫 已经流传很久了 但是微微的金枪刺猴 看起来难度更大 在枪间刺中喉咙的同时 微微还吹奏了一曲 《笑傲江湖》 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 电影《笑傲江湖》中 悉心大法 那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这些武林功夫 展现在我们眼前呢 究竟是因为微微 拥有异于常人的体魄 还是多年练就的超强爆发力 造就了武林奇功 带着疑问 体验者带微微 来到了北京体育大学 在运动力学系的 驱风教授帮助下 一同寻找金枪刺猴 全速断快的奥秘 为了找到全速断快的原因 在微微的胳膊上 布置了很多小圆顶 我们很难确定 这样就可以找到 筷子被赤手空拳 震断的原因 这几个点的位置 分别是在肩肘腕 还有手部 我是想看 它在断筷子的过程中 这几个点的速度 这几个点的速度 能代表它环节移动的速度 从而杰密 为什么快的会断掉 原来马上进行的测试 是通过运动捕捉 来采集微微手臂和筷子 运动轨迹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 微微手中的那根筷子上 筷子的加速度 相当于什么呢 47个重力加速度 很高很高 谢谢老师 很高 微微通过肌肉的爆发力 瞬间将筷子 加速到了每秒16米 这个速度已经达到了 一辆以每小时 57公里行驶的 汽车的速度 这些筷子 向前的惯性 力会越大 惯性力 当我迅速停下来的时候 这个筷子受到的力是什么 上面往前冲 然后我的手 实际上迅速要平住的 在这场 由人工制造的瞬间加速 和快速制动的运动过程中 筷子受到两个方向 相反的剪切力 瞬间加速和快速制动的变化 导致坚硬的筷子 被一分为二 之前只知道一点就是速度 爆发力 但是不太清楚 就这么清楚 老师分析了这个 所以第一次听到 挺高兴的 真的真的 金枪伺猴的功夫 薇薇的猴部 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力量 将是掌握这项 绝技的关键 但是 要想得到这个力量的数据 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测试对薇薇 也存在很大的危险性 光滑的侧底台随时有可能改变枪头的方向 自己也掌握好了 因为测试方向 没什么 那个枪头的方向 谢谢老师 谢谢 这个点能够固定在侧底台表面 让它别动 因为表面太光滑了 现在 我帮它再用我的这个身体的重量和力量 给它踩住 给它踩住 对 就让它那个那一头 但是我的这个重量不会影响到它的测试 已经归零了 是吧 对 这气十足 怎么样 好 可以了 开始 好 来 现场的气氛紧张起来 在光滑的侧底台上 底柱的枪一旦滑脱 枪间会刺穿蔚蔚的喉咙 好 好 怎么样 你的脖子 这个 还好 对 因为它那个枪头的方向变了 所以这个确实有点危险 就是绝对不要模仿 打弯了 黑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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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面力的结果出来了吗 测试的结果得出 魏威表演 金枪刺猴的同时 作用在枪间一点的力量 是90度前刻 通过测试中的细节 驱风老师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看到它那个在顶到那个用力的最大的那个那个瞬间 它那个枪已经翘起来了 所以它的力已经开始分散了 它可能平时顶的那个那个杆的那个强度啊力量可能比现在还要大 而在魏威低住枪间的喉部 承受这样巨大力量的 究竟是哪个部位呢 就是锁骨的上缘 它靠上缘这顶 然后它在那个这个这个地方相对的 它经过一些锻炼 它的强度要比 没有练过的所有人都要强度要大 关键一点 锁骨上缘 承受的巨大压力 结合枪间的受力面积可以得出压强 这个压强一定是魏威长期训练所能达到的 它的喉部必须能够承受这个压强 才能保证自己的喉咙 不会被枪间刺破 但是这个一定是经过专门的训练才可以去完成的 而且这是个比刚才那个动作更危险的一个危险动作 显然没有幕后千百次的锤炼 我们也肯定不会看到这些绝技 为了解开吸星大法的谜团 体验者和魏威来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武术系 李老师您好您好 好久不见 这位叫魏威 也是一个身怀绝学的一个好朋友 他会一个自己自创的吸星大法 就用他这手人就可以练这吸星大法 所以我想求助您帮我检测检测 他这个吸星大法怎么练的 好吧 老师多指点 吸星大法能找到答案吗 感受一下颠颠一下 有有多重 这个得有多重 你感觉 有个十多斤吗 十多斤 我觉得够差 反正这挺重的吧 你觉得用这个手给它吸起来 有可能吗 这样吸起来 没可能 不太可能吧 感觉不太可能吧 那咱们拭目以待 走 眼看着传说中的吸星大法 就出现在自己眼前 所有人都期待着 吸星大法的答案 大家看他坐的时候 他这个手 看他手型 看他沾的时候 沾完了以后 他手型怎么变化 对 你坐下 你看手 手型 他这个地方手型 他一定是什么 用手的肌肉的力量 然后迅速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窝 然后等于是相当于什么 出真空 出真空 这样的话就是外面的压强 和里边的压强 形成一个压强叉 这个压强叉呢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把罐吸起来了 我看他的手掌就特别厚实 对 肌肉组织也非常的这个强劲 才可以把它吸起来 对 即便是 也就是说我们解密了他的这个手 是怎么把它吸住的 但是也不是谁能练成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然李教授 一语道破了 微微的吸星大法 但是即便是这样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 微微还能吸起更重的物体 这个桌子的重量 有12千克 吸桌子和单手吸 它还是不一样 它两个手要控制的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间 它不能是稍微有点偏 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漏气 一漏气了以后就失败 所以他要求两个手用力的同时 保持 你看 它移动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移动 而不是这样移动 不可能这样移动 所以它是强调了什么 整体的平衡用力 整体的吸力 当然还有更高的 更高的是吧 对 一会儿给老师展示展示 好 那李老师 咱们给他准备一个场地吧 更高的是吧 就这个 够用吗 够 根据场地布置和薇薇的准备情况判断 这一次的七星大法 难度肯定更大 李老师 那您觉得它的极限会是多少 根据这个 就是薇薇用的这个道具的这个面积 算了一下 这个极限呢 大约在70斤左右 70斤 对 如果是他要是把里面完全真空排空 然后呢 这个这个 而且能力量足够大的话 他应该是什么 能提起来70斤左右 当然 李老师的推测 是在完全理想的状态下 也就是薇薇能用手掌 将一拉罐的底部 形成绝对真空 但是这种情况 似乎不太可能实现 那么接下来 薇薇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呢 两个手就是四十六个 哦 对 嗯 这个就是说效果好一点 这个这个就很变化 新的挑战即将开始 二十三个一拉罐 重量达到了八千克 两边加起来 就是十六千克 呃 现在呢 我们给薇薇准备了 一边是二十三个 二十三个 二十三个 行不行 我一般表演最多 不会超过二十个 啊 但我觉得你看 你今天一二再 再二三再给我增加难度 我觉得我绝对不能 让你瞧不起我 好 决定挑战自己 好 来吧 来吧 减减大法挑战四十六罐 一拉罐 马上开始 好 放下 真是没有想到轻轻松松一发力 二十三个一边啊 就我现在这样抬头非常的难啊 必须的这个 哎毫不夸张 我现在这样就是光把它这样拿起来都非常的难 是 因为很重 那魏巍我觉得啊 你既然能把这个吸动 那我后面那个想法 你应该也可以把它打破 接下来体验者给魏巍准备了一辆1.7吨重的SUV汽车 作为对魏巍星大法的最后考验 巍星大法的极限即将揭晓 绝对不可能把汽车啊 从垂直吊上来 像气中机啊 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路面相对来说比较滑 摩擦系数比较小 它就可以吸更重的汽车 如果路面比较粗糙 摩擦系力比较大 再加上汽车本身的润滑性能不是特别好 那么它可能就很难 场外汽车已经准备到位 我现在给大家来检查一下这台车 听这个声音 绝对不是模型 然后坐到车里面来 好 把手刷给它松掉 留在空挡上 OK 接下来就快微微的了 现场的路面是专地 虽然不算是凹凸不平 但是比起柏油路来说 吸动一辆1.7吨重的ICUV汽车 难度还是增加了不少 但是好像我连把它这个算了 我吸都吸不上 我拖一下我看看 加油 我现在毫不夸张地在这个拖动 我用尽全身力气 然后用手攥住它 拖都是非常之难的 在平地拖动一辆汽车 至少相当于拖动20千克的重物 不同路面摩擦力和车重 还会增加难度 挑战1.7吨 好 来 加油 骑行大法吸走汽车 将是微微掌心吸物的极限挑战 看上去 还是很轻松啊 现在这个车 现在这个车已经开始 拖动了啊 现在这个车已经开始 现在这个车已经开始 这姐的这个惯性越来越大 加油 看到1.7吨的这样一台车 就被你这样给吸动了 看上去 还是很轻松啊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魏巍的脸上 现在已经是面露蓝色 而且轻轻暴露 现在好像真的是在看一个 武功小说里面的大侠一样 在紧张和兴奋的同时 这辆1.7吨重的ICUV汽车 已经被拖动了十几米 魏巍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1.7吨的一辆SUV 都不用说是吸在手掌上 拖动非常的难 太厉害了 恭喜 谢谢 通过体验者的调查探究 魏巍练就的五连绝技 都找到了最终的答案 这些令人叫绝的功夫 都是掌握了力量和速度 技巧后 长期勤学苦练的结果 只有在幕后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才能让这些武术表演 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期待 魏巍在以后能带来更多绝技 徒手跨越障碍 空翻跳跃九人 飞越两辆汽车 极限跳跃卡丁车 体验者轻身调查 揭开绝技 中文字幕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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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中文字幕 并且